大家好,我是李田硕,被誉为成都活的清明上河图,这里就是具有千年历史的元通古镇,国家四亿级经典。 成都出发自驾一个小时,或乘高铁半个小时到崇州,然后转公交即可到达。 文锦江、魏江、国江、三江再次会合,元通塔高高屹立在河流之上。 古镇至今已经有1600多年的历史,仍能看到昔日繁华遗留下来的痕迹。 皇家大院又称江军府,是元通镇大地主黄光辉的住宅。 一走进大院就感受到他的气派,气势辉煌的楼院,彩色的玻璃门窗,极具风水特色的园林景观, 以及各种古董产品,无一步显露出当年主人的显赫地位。 屋檐上悬挂的草灯都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。 古镇上除了皇家大院以外还有一处免费的景点,罗家大院, 一走进它,气势宏伟,建筑精致,是保存最为完好的古建筑, 在当时绝对算得上是一处豪宅。 永利桥始建于明代,重建于嘉庆年间,桥体为砖石结构, 北通圆通镇新街,两吨山口,胡圆高圈, 远观如彩虹高悬,透着贵族的气质。 该桥为崇州景纯石桥,在川西一束罕见。 西字宫是一座塔及塔厚的四合院, 是圆通古镇的标志性建筑。 行走在铁杆汇江桥上,吹吹凉爽爽的秋风, 古镇上无论是广东会馆还是天主教堂, 既有时间久远的韵味,也能从中窥见中西结合的美感。 来圆通古镇一定要体验一下它的非宜美食, 油花,有咸甜两种口味,咸的是用面粉,猪油,食盐,花椒等原料制成。 我尝过以后,有绝对的把握把它复刻出来。 除此之外,这里还有天主堂鸡片,花椒鸡,蹄花,渣渣面等特色美食。 关注我为您分享更多程度的精彩。